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也是呢我们非常熟悉的请到了两位嘉宾 在我们中间呢就是大家很喜欢的啊 也是我们的冰雪运动专家鲁斯达鲁老师 而我们在原首端呢非常开心的请到了 是我们五合僧体育中心后勤运凶团队的副主任 王书霞王老师 来跟我们关系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们今天呢也是比较开心啊 我们从外边进来啊 也是看到了我们场内有很大的变化 也是想问一下王老师 我们场馆从2008年的篮球馆 再到目前2022年北京冬奥会 这是冰球场面上 我们有哪些的变化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其实从08年到现在我们的变化还挺大的 因为08年建这个馆的主要目的呢 是体育竞赛方面呢 我们就是打篮球 那么其他多功能方面呢 我们就是比如说一些演出啊 演唱会啊 方方面面的 当时呢我们在做这个08年这个场馆的时候呢 就想到了它的多元化 其实就是在这个 现在我们脚下这个冰面 我们就埋了那个智能管 其实它当时就应该能够实现 六个小时的篮球到冰球的转换 所以这个可能是在中国或者在全世界来讲 就是冰篮转换这么迅速的唯一的一个场馆 那我们也非常荣幸的呢 迎来了这个2022年的冬奥会 所以又选在我们这个场馆呢 来举办女子的冰球的比赛 所以这个是我们双奥场馆的荣誉 那么我们为了迎接2022年的冬奥会呢 也做了很多的改变 一个呢是我们现在整个这个冰面的尺寸 按照国际冰联的要求呢改了 原来我们是30乘60的现在改成了26乘60的 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现在这个冰球的比赛 我们以后在26乘6030乘60这个之间 可以自由的转换了 所以这个规格上的一个变化 原来我们这个场馆也运行了十几年了嘛 所以它也有一些老化的地方 那我们整个的这个漏斗瓶啊 方方面面我们都做了一个改变声音啊 所以这个现在我们可以同时出现就是说我们赛时的信息播报 然后这个特写镜头啊 有些这个特殊镜头的追踪啊 计时计分呢 广告啊 这些都是同时可以呈现的 所以当时我们这个漏斗瓶应该是全中国最先进的 也是第一个漏斗瓶 现在呢它又成为了第一 那我想问您一下 这个改造之后 对于您来说有没有最大的一个不同的体验 一个就是说我们适应高水平的这种比赛级的这个要求来说 我们应该说很完美 其实做这件事情呢是很不容易 就比如说从30到26 因为它这个冷凝管已经铺下去了 我们再要做改造的话 就里面有一个简单的就是膨胀螺酸 说这个打这个就得是用探测仪 一点点去探 哪个地方有空隙了 然后再去打 他们有的地方可能打9个打10个都不容易 我们这个整个打了150几个 所以是非常艰难的 然而现在呢就是不错了 我们现在这个设施设备什么呢 现在也非常好 像这个冰霸呀 这个板墙啊 我们都是分蓝进口的 所以这个是要保证赛事的这个要求 也是提供最好的 感觉不一样 就是说顶级的赛事在我们这里边举行 那是这个我们也是达到了冰雪运动的一个巅峰级 所以我们是希望呢 就是说多元化的不只是我们的经营手段 更是一个活动呢 方方面为老百姓的文化呀 体育这方面需求的满足 我觉得这样可能就奥运的精神也能传承了 就非常好 那还有没有就是场馆能够突出来的其他特点 因为我们这次也是倡导绿色半奥嘛 这一块我们还是真的是非常注意的 其实一个就是说全地球人的一个责任的问题 另外从企业运营的角度来说 我们也要节约 这个大场馆要是这个空赚起来的费用也是很多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基本上就是说绿色这个要求是第一位的 08年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的想法 当时我们是通过光服啊 什么什么这样的去做 那么现在的手段呢 一个是在我们节约用水用电 因为冰上运动还是很耗水的 很耗水的 比如说我们那个冰池 冰池的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改造之后就是这样 我们不断的循环的这种利用 然后我们这个洁净啊利用啊加热呀 一个是我们原来按照那种设计的要求 可能需要一个占地非常大 那现在我们改了就是很小的一个地方 然后也满足了这个功能 同时在水电节能上来说 都做出了很大的供险 我们这次这个训练馆的建设来说 这个是竞赛馆嘛 我们边上还建了一个训练馆 训练馆呢是全世界的 这个超低能耗的最大的体育设施 所以这个我们觉得这个新技术还真的是非常棒的 跟我们这个馆比的话 那它的节能那是同等面积 这个要比它高一倍啊 嗯 所以那个非常我们自己基本上那个地方 就能够形成一个自我的循环 然后我们的光伏的发电 然后超低能耗 我们这个冷气热 热气的回收 这个都是一个非常科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循环 所以我们这个现在所有的冰场 我们是第一家训练馆 我们是第一家用二氧化碳制兵的 现在所有的这个冰上的这个中心都是二氧化碳制兵 这个是对空气啊没有污染 嗯 然后它也节能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更衣室了 这个是按摩筋 这个是教练筋 然后这边就是运动员啊 这个什么员呢 这是他们挂刀的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标准的一个冰球的一个运动员的更衣室啊 这一柜 他们上面的是可以挂刀的挂鞋的 然后这个是名牌 然后一些衣物啊 这个也是这样子 嗯 它这个小细节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地方 它是斜进去的 嗯 因为它刀是是长嘛 然后这边这个呢 是守门员的 嗯 守门员它这个位置呢 比较宽一些 哦 大一样 因为它那个设备多 我们一共是十阶更衣室 基本上就是说十个队嘛 它经常每个能固定有一个 然后训练馆呢 然后这边都是一样的 这个是主客队 我们现在到了五克松体育馆 外侧的一个冰上中心 这个这个牆馆呢 它有一个非常可爱 非常美丽的名字 王主任给大家说一下 叫冰灵花 看我们的冰灵花是五彩的 其实呢 这个是北京市的一块 一年四季的长冰哦 大家可能很少见到 一年四季在北京都有冰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冰灵花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冰灵花呢 五彩缤纷 能给大家带来五彩的 缤纷的生活 而且这个冰灵花呢 还是全世界上 这个唯一最大的 超低能耗的公共建筑 这个是作为冬奥会的训练馆 那等冬奥会结束之后呢 我们就是想是对老百姓 要是开放的 那主要做的呢 就是青少年的冰上运动的训练呢 然后承接一些俱乐部的这个打比赛呀 就是这样子 我们这个训练馆呢 自然目前来说是两千个座椅 嗯 我们都是这个软椅 也是当时设计的时候也按照人体工程学的这种需要吧 就让你做的人家专赛呢 是特别的舒服 嗯 特别的舒服 嗯 这个场馆呢 这个训练馆建立起来应该说 这是北京的唯一一块一年四季的场冰 嗯 而且还是专业的冰啊 嗯 所以像我们这个抖瓶也有 是吧 LED大瓶也有 嗯 这里边我觉得 这个奥运的这个遗产 这个这个传承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让老百姓呢 能走进奥运的场馆 然后平时在他们的冰雪生活当中 就能体会到奥运的符号 我觉得这个还是我们作为 这个设施的听众方 也是非常感到欣慰的 因为这个一年四季嘛 你比如说观众来看比赛啊 他的体感也要舒服 比如冷嗖嗖的 那可连不行 所以我们要保持一个基本能力 要18度左右 嗯 那个冰面 他还是要求要零下6度到8度的 就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就是我们对能耗的 节约能耗的这个要求 还是非常早的 而这个是采用了超低能耗 就是这个 清华大学的一个技术 所以这个场馆 现在目前的这个状况下 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超低能耗的体育性的设施 这个是方方面面 包括北京院啊 包括这个叶子舱啊 包括这个 清华的这个同堂设计啊 他们都是做了很多的贡献 很多创新 好了 又来到了我们最后的体肩之道问答环节了 今天依旧是三个问题 这第一个问题 就是五合松体育中心 在冬奥会期间将产生多少枚金牌 你知道吗 体肩知道 体肩告诉你 五合松体育中心 在北京冬奥会期间 只产生一枚金牌 就是女子冰球 那这第二个问题 就是五合松体育中心 在冰球和篮球的准化之间 需要多长时间 你知道吗 体肩知道 体肩告诉你 五合松体育中心 利用先进的技术 只用六个小时 就可以完成冰球和篮球的互相转化 这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五合松体育中心 巡逻消毒机器人的名字 叫什么 你知道吗 体肩知道 五合松体育中心里面 有巡逻消毒机器人 和咖啡机器人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昵称 叫做大白